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危机片 此时此刻是2022年 周老师在2019年曾经做过一个预言 那就是2022年会发生一次进入危机 那么今天这个危机真的已经来临了 通过看蒲天盖地的媒体报道 看到这些很多的互联网大厂 都在裁员20%甚至30% 我们看到各地将近上百个地区 已经放开了十几年的房地产限购令 就证明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不得不做一些政治的调控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A股的暴跌 也看到了全球今年的这个形势 真的是危机来临 如果在2019年或者在2020年 听了周老师的话 把你的所有的这个资产 投资的资产全部变现了 那么你会发现你赚了 而如果今天你想再卖你手上的房子 你会发现真的特别特别难卖掉 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到现在 深圳的房价交易量那简直是少得可怜 所以说真的得学习财商 我们很多很多人他不懂得这个财商 新银库赚来的所有的钱 全部就被一次危机给整理了 但是当你懂得财商以后呢 就像我的老师罗伯的亲戚讲的一样 2020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 让我赚了超过我一辈子钱的组合 危机危机 危中有机 危是危险 机是机 今年的伯克希尔的年会 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再次震撼国 震撼全球所有人 如果你看懂了92岁的巴菲特和98岁的盲格 你就能够明白了 周老师讲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一兑现 所以说学习财商到底有多重要 太重要了 不是说你是个穷人你要学财商 你是个富人你更要学呀 你是个穷人你不学财商 要不你不懂得资产配置 要不一旦生病了 连看病的钱都看不起 我有一个学生本来就没啥钱 每一年家里要交十几万的保险费 他只是买了个重级呀 一个人交三四万 全家五六个人全卷 我一看你这太没有财商了 你哪需要这么多钱 你一年花个几十块几百块 买一张保单叫百万医疗 家里面有病了 交完钱以后全部给你报销 百分之八十以上 几百块钱就搞定了一年 买保险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保障 有人又说了周老师 但是百万医疗 据我所了解是要 我们先垫医药费 垫完以后再拿了这个单去报销的呀 是的 没错 那如果说我们没钱交怎么办呢 那没关系呀 那你就买第二张保单 你就买个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生了一个病 这个病种是保单的 你只要生病 化现单出来的第一颗保险公司 直接赔付 再买个意外险 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周老师有这么便宜吗 就这么便宜 去哪买 所有保险公司全有 你随便找 随便问 你懂就没人能蒙得了你 穷人就应该买社保 买医疗 然后买一个意外险 买一个重疾险 买一个百万医疗 给全家配上 你告诉我这条 停了以后落不落地 那如果你是富人 你就不应该配着 这样的保单了 那你没有用 对不对 你都几个一身家了 陪你上百万有啥用 你要买能够 真真正正做到防火墙 做到隔离作用的 终身受险 也不是年金险 年金险是可以直接被击穿的 属于金融资产 这就是财商 对不对 你告诉我有没有用 那巴菲特 纵横谷海五十多年 多少次的金融危机 他都活了下来 而且活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懂财商 而很多人会通过一次危机 失去自己的家园 因为他不懂财商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懂的时候 就听话照做 懂的时候 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而且还有 你不管是穷人和富人 你买点实物黄金 你买个金条 你买个金戒指 你戴上 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资产 那个东西戴上能量 是完全不一样的 穷人需要学 富人更应该学 富人学会财商以后 你才能够保住你的资产 对吧 守住你的资产 能够让你的资产不停的增值 能够躲过无数次金融危机 还能够朝底 让资产被赃 你是穷人学了财商以后 你这辈子最起码不用担心 还不上信用卡 对吧 你这辈子最起码不用担心 哎呀 我生病了 我家人 万一身体不好了 怎么办 其实真的就是学了以后 你会发现 你一年只需要投资个几百块钱 就能够搞定的事 这就是财商 希望大家能够收到周老师这份赤字之心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